诸葛亮在初诗表点名表扬的文艺武将为何被人遗忘? 二百二十七年,诸葛亮很忙,忙着干嘛,北法,为了这一天,诸葛亮从刘备病逝于白地城开始,准备了足足四年之久,迟到一切准备就绪,只待一生令下。 然而,就在这时候,诸葛亮还忙里偷闲地给蜀汉后主刘缠上书表文出诗表。 在这本出诗表里,诸葛亮点名表扬了四个人,诸葛亮建议刘缠多听听他们的意见,以光鲜帝一德,辉弘至始至起,在这四个人中,大部分是文臣,唯一一名武将就是将军相崇,诸葛亮认为他兴行输军, 小畅军事,适用之于昔日,先帝称之曰能,是以众以举宠为都,诸葛亮认为军营底的事情,要多向他咨询,必能使行政和睦,优劣得索。 由此可见,相崇的军事才能,得到了刘备和诸葛亮的肯定,然而,就在那以后,我们就很少见到相崇的名字了,蜀汉本来就缺乏冲锋陷阵的大奖。 所以连料化这样资质一般的人都拿来作为先锋,为何相崇没有在战场上大展身手,建功立业? 是因为相崇的军事才能被夸大了吗? 当然不是,相崇是属汉忠臣向朗的侄子,向朗就是在街亭之战中放走马速的那位,向崇第一次展露头角,是在那晚二十一年,当时,刘备未给被孙吴大军杀害的结拜兄弟关羽报仇,亲自率领大军征伐孙国,不料被孙吴大多多陆逊又跌深入,在雨林之战中全军覆没。 就在刘备大军权限溃败之际,唯独向崇一军完好无损,体现了良好的统帅能力,为此,刘备夸他很能干。 在雨林之战中,蜀汉亲壮派将领死伤殆尽,向崇成为硕国仅存的年轻将领之一,就得以进入诸葛亮法眼,被他在出师表,李好好表扬了一番。 可是,出人意料的是,诸葛亮并没有将相宠戴在身边进行北伐,而是任命他为中领军,封都廷侯,所谓中领军,就是掌管禁军的最高统帅,负责留守后方,保障后方安全。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岗位,在曹魏担任中领军者,如曹修、曹臣、夏侯尚、陈群、曹熙等人,无一不是曹家宗族子弟,或者曹操亲信嫡系,相冲以一个新人的身份,担任中领军,足见诸葛亮对他的信任。 当然,中领军虽然很重要,但这个岗位不显山不露水,没有在前线上杀敌立功,巅峰对决的前锋们显眼,因此,很少有人留意到中领军的存在,这就难怪像宠不但在三国之中没有存在感,就连在三国演义中也乏善可陈。 中领军一般不到前线作战,这并不意味着,他们的日子过得很清闲,事实上,他们还承担着平定内乱的重要责任。 二百四十年,汉家地区蛮夷发生叛乱,当时,苏汉的主力部队,正在江北的率领下进行北伐,无暇回顾,向宠就率领进军参与平叛,平定叛乱,与正规军作战有很大差距。 毕竟,蛮夷是不按照常理出牌的,或许正因为此,向宠就在一次规模不大的战斗中,被蛮夷包围,死于混战之中,向宠平日对待部下很好,深的军心,当部下得知他被害后,拼命将他的遗体抢出宠尾,送回成都半藏。 诸葛亮在初诗表终点明表扬的一代将星,还没怎么闪光就远落了,实在令人恶望,千年以来,清代文学家端木才,还在为相宠的英年早逝感到惋惜,朱贤早逝,速将旨意赵云,内智旨意讲了,相宠,冬云以下列皆有不带将相之人。 参考资料,散国志,有不为摘集。